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种植榴莲这个市场 就是提供将来它的那个收成 我们可以export到其他的国家 我们是按照一个预估的一个收成来去做一个预估 然后呢我们也透过在疫情年份呢 大家都在想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受大家的欢迎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怎么样把这个榴莲这个收成的这个计划呢 把它配套成为我们的产品的一部分 其实这个整个配套呢是属于一个赠送的一个产品 它不是属于一个客户要买单的一个产品 所以让客户觉得如果他买了我这个产品 然后我们通过赠送给他这个这样的一个优惠的话 可能他在将来的未来的将来 他能够有那个收成的时候 他就能够达到他那个收成的那个结果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他是零风险 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掏本 他就是向你提的是一个赠送 那也有可能在四年后就会得到这个回馈吧 对吧 对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 谢谢耀峰你今天给我们的所有这个分享 非常感谢你 谢谢大家